今天晚上我们还是和金言石老师一块聊麦道夫的骗局 伯纳德·麦道夫曾经是美国华尔街的传奇人物 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 然而2008年12月11号令华尔街乃至全世界为之以惊的是 麦道夫这位金融巨头却因为涉嫌巨额欺诈而被捕 并由此引出一个可能长达20年高达500亿美元的投资骗局 这个里头还发现就是说 它有好多是所谓不是个人在那投的钱 是institution是一个机构在那投的钱 比如说有很多银行在里头投钱 但是在这里头呢说没有美国本土的银行 欧洲银行还有外头的银行偏多 距离产生美 距离越远 它越出现一种信息的之后 特别是美国是衍生证券市场交易最发达的地区 通常呢这样一种产品 它只能在美国能够开发出来 结果就使得很多专业机构 它会有两种误解 第一 麦道夫这人他不会骗人 第二 麦道夫这么多客户他都不是傻瓜 第三 这个事只有美国的市场能够做成 第四 他过去的业绩证明他操作成功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他就会省略了一个环节 什么环节呢 去做非常详尽的禁止调查 多年来麦道夫对外宣称的投资记录非常成功 持续的高回报是麦道夫欺诈持续多年的重要因素 但是外部分析人士多年来也曾对麦道夫的公司提出过担忧 1999年金融分析师哈里·马克多罗斯就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投诉 认为他们应该对麦道夫进行调查 因为麦道夫所称的利润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 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他只是做一个一般性的禁止调查 来证明他过去的业绩 证明他注册的合法性 证明他的客户是真的 通常麦道夫也会告诉他 谁谁谁是我的客户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 这叫referral 这时候比如说洪晃是我的客户 你不信你去问他 有一人给你打电话了 打到洪晃这儿 洪晃说对 没错 我已经跟他十年了 这一句话就把你的信用卖给了这家公司 转接 转交给了